国足将热身许利亚,9月21日上午10点30分,2018年中国足协中国支队国际足球赛,及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VS许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比赛,的新闻发布会在南京12体中心体育场新闻发布停举行, 会上也正式宣布本次足球赛将于10月16日晚8点在南京热血开赛,本场热身赛的对手是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目前非非世界排名第74位,与中国队高两位,虽然在明年即将进行对亚热杯上,中国对小赎赛的三个对手并无来自西亚的球队,但如果进入到淘汰赛,依然有可能会遭遇西亚球队, 本次热身赛也是以模合国足自身阵容为主,与中国队实力较为接近,的叙利亚队,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本场比赛,在李批的带领下,球员们能否攻破西亚球队的大门,值得期待。 中国中球协会副秘书长齐军,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秘书长林峰,江苏常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婷婷, 南京社奥体中心副总经理王六五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会上,中国足球协会副秘书长齐军表示,本次比赛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近5月在南京进行热身后, 再以此来到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此次热身,也将是国足备战架周围的重要一环, 对于选用队员和谋和郑志荣,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七步长也表示,南京一直都是中国足球的府邸,足球氛围非常浓厚, 无论是赛事保障环,是赛事运作,都有着非常高的水平。 江苏省足球运动协会秘书长林峰也对赛事筹备工作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赛事组委会正严格按照中国支队国际足球赛的组织工作要求和赛场设施标准, 积极落实赛事组织、场地、竞赛、外事、结贷、安保、衣物、宣传等各项工作, 确保比赛圆满成功。 赏奥体育董事长陶婷婷表示, 此次比赛的票价分为80元、100元、180元、280元、380元、888元6档。 最低80元,球尼集体团购,还会享受更多优惠,就可以现场体验这场精彩的足球掏贴上宴。 目前国族制中,既有已经为国争战板场有余的政治,高连本老将,也有许多年轻的新人。 同时,中国队主教练李皮也会在平时的联赛中,考察更多的队员, 招入回家观察后,选择最适合代表球队出战亚洲杯的队员, 希望球迷朋友们继续关注和支持中国支队的比赛。